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藏生 救世人 知道本是艰难 妙善 成佛虚善 自简则 有缘佛将生 无缘佛入命 勿以观之 你艰难未了 作孽妖魔 正在世间遇加害于你 愿你牢记苦行 不取暴力 至善修身 入此法门 自有天助 善哉 善哉 佛祖典化 心自通达 妙善得物大道 龙女 这是干什么去 正准备为公主取斋 这几天不在相府 来这倾苦庙想本公子了吧 不是台阶的东西 敢跟本公子耍性子 公子 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 对 对 三公主 相府的霍公子前来看望你了 怕你在寺院里倾苦 特给你带来些珍奇食物 寄居寺院 救守寺规 霍公子的好意就免了吧 公主说话的声音太好听了 真叫又轻又脆 就像珍珠吊在了盘子里 巴嘚巴嘚的 不用见人 只听声音 哪个男人能不醉呢 你怎么说话 姑娘 快快摆上 让我与公主多赢两倍 什么寺院规矩 我才不管 这头一天不剔就还是公主 待出了家以后想不了这口福了 免 我进白雀寺是来会亲的 并非出家 双亲未见 绝不见外客 特别是像你这种人 大香山的人绝不会见你 如果之去就赶快离开 大香山的事纯属误会 那次吃亏的是我 公主还能记仇 再说 这都是缘分 我若不去大香山 咱们怎能再次相逢 怎能有今日相会 公主不愿意出家 这事好办 只要我爹同意 只要公主肯招我做驸马爷 老太后那儿改一旨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平公主花容月貌 不想一世荣华富贵 捡去三千青丝去做尼谷 真是太可惜了 是啊 佛寺净土 修得无礼 公子好开玩笑 刚才的话都是说着玩的 公主啊 你就不要在意了 公子特备韭菜是来给公主赔不是的 公子的一番好意 公主可不要背 对 我也只是想和公主交个朋友 不想用吗 妙善乃山乡女子 从不与达柜攀交 寺中备有斋饭 不用宴席相待 请端走 我要送经了 公主不愿意与本公子对饮 寺院亲规我懂 那酒就免了 但让我们兑一杯茶总是可以的吧 也免 好 龙女 你伺候公主多日 你端给公主 公主不会不上面子的 来 来 公主 这可是上等的好茶 本公子说话算数 你若喝了 我马上就走 你若不信 我先喝 请 快来人 快送公子回府 是 好你个妙善哪 你尽管做法杀人 玄真师太你可全都看见了 还有你龙女 你们都是证人 不是 你允许 你别闭上你 没有事啊 你会有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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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十天了 一点疑心也没有 老婆 我总是担心 这会不会有诈 我的左眼皮 总是跳个不提 我真是老了 不中用了 我明知道 期望不是个好东西 我怎么就信了玉玺 把孩子交给他了呢 你看 刚到十天头上 你看你们急成这个样 那妙善到了王宫 见了大王和娘娘 还不落上个十天半了月呢 那还能顾得上 给咱们山里的老百姓 烧个花 庙山这孩子 说见了面就回了 他怎么还不回来呢 或许是大王娘娘 不放人 就是放 十天也回不来 我看 我看妙善这次进宫之后 是回不来了 盈哥 回来了 盈哥 你看柴的时候 又没有看到那山道上 上山的人影啊 我没工夫注意那些事情 尹大伯 干脆明日我和尹哥一起下山 也好早知道个准信啊 你们怎么能进得去王宫呢 这百姓怎么能知道宫里的事呢 我看你们就是去了 也是白大功夫 那怎么办呢 你不是没工夫注意这些事吗 这个傻孩子 别把孩子急坏了 这新郊上火冷水这么一击 不是要生病吗 观林说得也对 离王城 向西四十里有着白雀寺 你们不如到那儿去敬主乡 求佛祖保佑妙善 顺便问问城里的百姓 是不是看到公主进宫了 一定要打听是三公主 可别问差了 你们放心吧 一有消息我马上回来 师太公主好像身体不舒服 师太公主 我都不想吃了 我是不想吃 所以为了让龙女去娶 烦恼失态了 不 昨天的事情发生以后 平宜实在放心不下 以后还是平宜亲自为公主送斋 较为稳妥 公主是否感觉身体不适 没有 只是亲生父母未见得面 反被禁在这里 离开大香山已有十日 不免有些想念家中亲人 不知师太能否帮我 给大香山的家人送个信 以免他们惦念 白雀寺已被重兵把守 寺中人不得出入 又如何能送出心去呢 龙女 昨日上午霍家公子饮的可是自带的茶水 是的 是谁道给他的呢 是他自己道的 那平宜就不明白了 既然茶中有迷魂药 为何霍公子要喝呢 这样虽然害了公主 不也反悟了自己吗 嗨师太 我就直说了吧 这个机关呀全在湖里呢 它那个湖吧叫鸳鸯湖 分成左右两侧 左边装的是迷魂药 右边装的是水 同从一个湖嘴里这样倒出来 旁人看不出破绽 可我能看出来 这杯啊 左倾倒 这杯呢 又倾倒 就是这样的 啊 罪过罪过 霍天宝物饮药茶 最有应得呀 就是嘛 他呀 那个畜生 践踏民女的时候惯用此伎俩 我在霍府早已有耳闻 因此一听说 他要请公主饮茶 我就警觉起来 趁其不备做了条换 善哉善哉 他是自食其果 龙女 你做得好 龙女 真是谢谢你 上次你把真情告诉了我 这一次你又救了我 公主 快不要这样讲 我虽为霍府的丫鬟 但好坏是非 我分得清 我虽沦为人奴 但人格清白 我不能出卖 龙女 你是怎样到霍家当丫鬟呢 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你的名字是谁取的 你就记不起你的家 你的父母 我的父母 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奇怪的是 我总觉得我过去生活在海里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我又说不清了 师太 您不觉得龙女的来历有些蹊跷 妙善 看来我们只好借助一下你的宝瓶了 我们在金佛面前为龙女送回京吧 看她能否还起本来面目 我们在金佛面前为龙女的来历 我们在金佛面前为龙女的来历 我们在金佛面前为龙女的爱情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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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YK 中文字幕——YK 没意思吗 真没意思 我不想看 我就腻死了 父王 连我到海面上去看看吧 好龙女 乖孩子 别闹了 你快看吧 看他们跳得多好 你也去 我才不想去呢 你去跟他们一块跳吧 有什么好看的 我都会跳 我想到海面上去 你看这孩子 快 租到水面上看看究竟 文明 妈 这是怎么回事 小龙女 母后 这是怎么了 怎么回事 这也怕好 不好了 不好了 何时惊慌 禀告龙王 明天庆风年在五十里海滨大放花灯 连海面上也点起了 莲花灯 宝塔灯 放生灯 长明灯 这陆地上还扎起了亭台楼阁 人们是跳诗舞 耍秀球 到处人山人海 锣鼓喧天 还比赛龙舟 这波要闹得翻江倒海了 原来是这样 这是好事啊 人间风调雨顺 百姓感激上天 也感谢龙王 就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是啊 风年闹龙灯 这是人间的传统 何必大惊小怪 只是让蟹匠看好了震海的铁杵 不然 真要卷起白浪拴牵杖了 还有 海底虾兵蟹匠 水族百姓 也都纷纷跑到海面上去看热闹 有的还越出水面 跟着路上的管月生肖 细笑玩耍 这才先动海底波兰动摇龙宫的 传旨 让所有水族立即返回 坚守其职 不得在海面关井 派兵封锁海面 回者诸楚水族 宗旨 母后 父王 孩儿长这么大呀 还没看见人间闹花灯是什么样呢 就带孩儿到海面上去看一眼行吗 公主 你还想 等你大了一些 父王和娘一定带你去 就看一眼 父王 父王刚下了令 你身为公主怎么能违反呢 再说 这陆海各异 我们龙家身为海底君王 怎么能出海游逛呢 小龙女啊 听父王的话 除此之外 父王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父王 我就看一眼 就看一眼 一眼也不行 我就去 我就要去 海底闷死了 你快回来 快 快 叫人把他追回来 遵命 太香了 太香了 小公主 小公主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待着没事儿到海面上去看花灯吧 龙王有令 谁也不能到水面上去 父王的令是下给你们的 我又没听到 就是听到了 他也管不了我 公主 龙王圣旨 宫内宫外 任何水族不得违抗 公主啊 你还是回去吧 你们这群笨蛋 快 再派一地水师 把他给我追回来 尊姐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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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旗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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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旗糕 好吃吗 好吃啊 给我一块 给 棉花灯 看下这个灯 看下这个灯 好看啊 好看啊 走 好看啊 怎么样 哎 没给钱呢 什么 钱 哦 给 啊 哦 快灯了 你看 快灯了 啊 啊 别走丢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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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啊 呀 哎呦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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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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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花灯可真热吧 啊 哎呀 啊 父王 母后 母后 父王 父王 我回不去了 父王 快救我 父王 龙女 龙女 我来救你 你是谁 欲出苦海 需得修炼自身 快告诉我 怎样修炼 放你到凡间苦海 先体验尘世中 种种污秽奸险 美恶善愁 到时在白雀寺 你会遇见一位 善德女子 她就是你超度混沌的师父 你就随她修行 共度劫难 修成正果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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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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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受弟子一拜 龙女 快快请起 此话从何说起 我不敢当 刚才师太为我发功 唤醒了真魂 我已知道我的身份 而且我还见到了佛祖 佛祖让我拜你为师 随你修行 阿弥陀佛 贵人自有天相 佛意如此 你就收下吧 阿弥陀佛 施主何故如此动怒 你倒在这里自在 我家少爷差点被你给毒害死 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 告诉你 别真把自己当公主 霍丞相想杀你 只是怕便宜了你 师太 从今往后不能让她白吃饭 到寺内厨房去打杂 你吃饭 每天挑水三十蛋 劈柴两百斤 差一滴水少一两柴 也不许你吃饭 颠倒黑白 嫁祸于人 你们就不想想会遭何种报应 报应 我现在就让你尝尝报应的滋味 龙女 这根鞭子给你 只要她不老老实实的听话 你就给我往死里打 你们两个都给我听着 我随时来查看 师父 他们千方百计要害你 我们还是设法逃出去吧 节气未了 再劫难逃 我们总不能听任他们的摆布吧 三十蛋水两百斤柴 就是一个壮汉也要累死的 我本是山霄女子 挑水匹柴难不倒我 妙善 厨房要水了 快去挑 上午已经挑了十五蛋 厨房够用了 那十五蛋下午再挑吧 你多嘴 妙善去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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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监工你倒帮起忙来了 我叫你尝尝鸡子的滋味 我叫你名字 你为什么打他 他要帮你 我就打他 你要不想让他挨打你就自己干 他提一斤柴 我加五十斤就是了 这是你说的 好 从今往后再加五十斤 但鞭子却少不得 太多了 不要 买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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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都有吃吧 买买花了 买白花了 买青菜了 买花了 买买花了 买花了 买花了 买买花了 再添两个菜 你看着上吧 再来两碗酒 越快越好 这才像个样子 吃饱喝足了 好进城逛去 菜刀 酒 就马上来 酒来了 店主 十天前 你可曾看到一队王公接亲的队伍进城了 王公接亲的队伍 没看见 怎么会呢 几十个人吹吹打打的 你会没有见到 哪儿的话 我整天在铺里打招呼 离城这么近 你说我怎么他就会看不见呢 就是非见个苍蝇我也看得见 你说这几十个人的队伍 我怎么会看不见呢 那进城有几个门 这是南门 东西南北四个门 从大香山来 是不是只能进南门 对呀 你要是非不从南门走 偏要走西门北门东门 那就得绕一段了 就得下道 多走几十里的庄稼地 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是夜间进去的 你们就看不到了吧 夜间那是看不到 但是如果王宫队伍出动 就是没看见转天 他也能听见 这王宫接亲 听说 他接什么亲 两位公主都已经招了驸马了 那小的刚出事就给淹死了 他接什么亲 他到哪招去 麻烦店主 店主 能不能帮我们找个可靠的人 也好帮我们打听到夜间的准信 店主 你看这都不好意思 你就不用客气了 十天前有人称是王宫的人 将我姐姐接走了 我们是前来打听虚实的 这事可就大了 该不是让人给拐跑了吧 你们别急 我有个二舅 他就在南门打经 把我二舅给叫了一下 谢谢殿家 不要 谢谢 柴已称过 二百六十五斤 算去所罚五十斤 上超十五斤 你们俩称得准吗 缺了金两我可找你们算账 若不信 请你自己动手撑吧 嗯 放这儿 三十袋水一滴也不能少 你们看看这是多少滴啊 霍服的人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这就怪不得我不客气了 今晚的斋饭就免了吧 你们几个过来 从今往后 你姑们吃饭 你们给我看着 剩下的饭 全都给我倒到沟里 一厘米也不能剩 听到没有 是 听到了 走 快点 走吧 走 客官 他来了 二舅 来 二伍客官 这就是我二舅 有什么话你们就问他了 您打听的事我才刚想起了 是多天前夜里齐军师带着几十个人抬着一台大轿出了城 是不是给王室接亲 我就不知道了 老人家 您是否看见他们回来 只听说 这齐军师最近常出入城门 可那些带着锣鼓的兵没见着回来 走 告辞了店主 二位 走啊 看来我们中计了 我们得赶快去找 这大海捞针到哪去找 我们先照尹伯所说 到白鹊寺烧香求天 然后送回大香山商议 众人分头去找 也好 走 你拿好 我们先把兵器放这 走 站住 站什么的 我们是来进香的 你瞎了眼 没见着我们这把着 白鹊寺不准任何人出入 快走吧 是不是寺里发生什么事了 哪那么多废话 叫你滚就滚 走 颖哥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知道 妙善肯定在白鹊寺 你怎么知道 有几个士兵我认出来了 就是这些人把妙善接走的 一个眼角下有黑痣 一个九糟鼻 错不了 好几个都面手 看来 他们根本没把妙善接到宫里去 而是关在了白鹊寺里 得设法赶紧把妙善救出来 等到天黑的时候 我悄悄的溜进寺里 等探听清楚了 我们再想办法 好吧 天黑再想办法吧 走 妙善 这几天滋味好受吗 我要是你呀 就有两条道可走 一条嘛 嫁给霍公子 又保住了公主的身份 又得了个驸马 荣华富贵 终身有寇 另一条道嘛 不过就像你这么活着 还不如早早的了结了自己 上吊的绳子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告诉你 今天再加五百斤 屁不完 饭也别想吃 觉也别想睡 来 师父 来 师父 趁着没人快吃吧 他们日夜看守 你怎么弄出来的 他们每天把剩下的饭倒进了沟里 我在沟里放了几块石头 水流走了 米饭全沉在了石边 我就捞出来用清水冲干净了 真难为你了 只是太危险 让他们发现了 皮肉又得受苦 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干了 那怎么能行 一连三天 每天只吃一顿饭 干这么重的活 铁人也熬不过去的 我和师太还没想出帮你逃出去的办法 那我们就只好坚持了 这捞你的法子是师太想出来的 好几个泥污掩护我干的 我想 寺内的师徒都很关心你 只是苦于 他们人多又势众 想不出法子 你们放心好了 妙善一遇已见 何谓体肤之苦 心中有佛 无所畏惧 我每日这样干 绝不是屈从于他们 而是把这苦意 看作修身养性之道 在苦难中磨练自己 见我已悟 修炼成佛 不应成为修道本意 世间不公不平之事太多 贪官污吏 弃牙百姓 巧取豪夺 恶人歹徒 横行霸道 为非作歹 给世间善良之人 带来太多苦难 我欲修成正果 救苦救难于天下人 就先要有 为天下人受苦的勇气 欲修